好的主播画面中可以看到滚滚浓烟直窜天际 屋顶冒出的大火伴随浓烈黑烟不断窜出 工厂内部火势也非常猛烈 可以看到火光从窗户透出 消防人员全副武装 出动电区破坏铁卷门 拉起水线全力扑灭火势 2号凌晨5点半左右 台中市西屯区一间木材工厂突然发生火警 由于内部堆积大量木材 毅燃的木材让猛烈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另外还延烧到一旁的纸尿布仓库 里面存货至少上千万 里面你们的都是纸尿布是不是 全部都是啊 大概多少货 上千万 一千万有啊 主要就我老板娘在里面嘛 跟老板老板就刚送医院那个 我哥哥跟我打仓 儿子有没有在里面 我觉得应该有因为车在外面 目前工厂老板已经被送往医院抢救 但根据了解 工厂老板娘因行动不便还受困在内部 还有厂主儿子与女友也疑似受困 消防人员正在全力灌救 积极要将火势扑灭 再将人员救出 以上掌握消息主播 - 下期权窍戏 - 下期权窍戏 - 下期权窍戏